在全世界話語權 中國大陸真的比美國更有話語權 譬如說在中東的這個局勢 在俄羅斯這個局勢 還有呢在東盟這邊 都是民心所向嘛 所以呢 王毅亞出訪了 東盟很多國家 譬如說去印尼啊 柬埔寨還有巴紐等等 結果呢他在印尼的時候呢 因為印尼是穆斯林國家嘛 大家現在穆斯林都非常生氣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問題 然後呢他就在印尼的時候說了 2728號決議 美國你竟然棄權 這就是要叫那個停火嘛 然後呢趕快恢復正常 結果美國棄權嘛 他還聲聲說這個沒有約束力啦 遵守國際法沒有例外哦 他說美國你也沒有特權 希望美國綠星 應該盡得國際職責 當然他也提到這個非常大重點 支持巴勒斯坦入聯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聯合國安理會在3月25號 今年3月25號 通過一個叫2728號決議案 這決議案裡面呢有幾個要求 第一個加薩走廊立即停火 對 第二個要實現長期而且可持續的停火 你不要給我短暫停火 沒錯 要長期而且持續的停火 然後總共有14個安全理事會的理事投票 通過贊成 有一票棄權 棄權的意思就是說你們決定我接受 棄權 那好那王毅在 就是美國棄權 對美國棄權 那王毅在印尼的時候 印度尼西亞的時候 就不客氣講啊 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是有約束力 注意到有約束力的 第二個就是這個決議本身 你美國棄權表示你同意的 要不然你可以投否決權 就不會過了嘛 因為你在安理會本來就有否決權嘛 然後你現在說沒有約束力 那就表示說可以不用停火啦 那這個裡面啊 應該從法律觀點來講的話 意思就是說 美國說話可以不算話 美國的態度可以不當一回事 美國例外 你們誰都不能講謊話 就是我美國可以 這個 這個跟現有的國際體系是背道而馳的 所以王毅也就很不客氣 這個止傷罵懷 我覺得是直求對決了 而且罵的好罵的對 為什麼沒有直求 因為美國人不在現場 OKOK 隔空校正就對了 對也可以算是隔空 但是沒有跟他校正 因為美國本來就自己就理虧嘛 對啦 所以理虧 那有關於巴勒斯坦 陸聯 雖然王毅這麼說 大陸很多人都這麼主張 但是我不樂觀 不樂觀 因為陸聯是一個匯集 可是陸聯的背後 你必須是一個主權國家 那主權國家 你必須有主權領土 對 現在巴勒斯坦哪有主權領土啊 因為他連兩國方 現在還沒有達到 對 加薩走廊 被以色列軍隊佔領了 然後約旦河西岸 又分成三種村莊 豚墾區 又一二豚墾區的關係 分成三種村莊 A啦 A型的村莊 都是都有巴勒斯坦這個自治政府來管理 然後B的部分呢 就是在治安啊等等 由以色列管理 民事的部分 行政的部分 由這個巴勒斯坦政府管理 那C的部分呢 是全部由以色列管理 而且這個村落是全崖交錯 領土怎麼換 對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一個問題 那你說 你叫美國說 哎呀 我們有能力把以色列屯墾區的人 通通趕回以色列 在現實上目前還做不到 以色列不會放 對 所以我說 兩國方案困難重重 原因也在這裡 是 但是呢 中國為什麼一直要提這個兩國方案 因為你不提的話 那就等於只有一國方案了 就只有以色列能夠建國 難道巴勒斯坦能不能建國嗎 我們都知道 在這個國際的情勢之下 兩國方案真的很難很難 不過就是一定要鼓吹 要希望趕快達成兩國方案 所以中國大陸才是大國該有的樣子 因為美國 不敢嘴巴力挺兩國方案 因為以色列就是不要嘛 好 中國大陸真的是跟你美國 有講了說這些東西 都是跟你美國 立場不一樣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 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黑鍵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